此許清德放火 不准文哲點燈 被其資料大動作到北檢 媒體人毛家慶和國民黨前文 常會副主委列宏慶申 袁柯文 則要告發總統賴清德 國土署署長吳欣修 各在擔任台南市長 以及台南市都發局長任內 涉嫌以容積率大規模突立 101年台南市中西區 一個大面積開發 竟然可以從原來的容積率 百分之一百八十 直接跳到百分之四百 說的就是台南市中西區和尾路上 這處在2022年落成的建案 兩人揭露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室住宅區 在2012年從原來的容積率 百分之一百八十 直接跳到百分之四百 但無心收解釋 被職的案件 均為縣市合併前通過的案件 當時全國上無容積獎勵上線規定 而自己也不是台南市都發局長 至於內政部在2014年 訂定容積獎勵上線 百分之二十的全國性規定 時任局長的無心收 隨即就在當年度配合辦理 施行系建築容積累積上線 避免容積獎勵浮爛的情況 在台南市發生 批評是一花接木 試得抹黑 2012年賴市長那時候是把回饋的原則 改得更嚴格 覺得說98年訂了 那個時候是比較寬鬆的 台南市府反擊被刻意錯置 時間抹黑 但兩人不滿 差別待遇太明顯 為什麼賴清德可以 而柯文哲不行 我們今天來這邊告發 並不是認定賴清德 或者無心修前局長一定有罪 而是希望北檢用一樣的標準來檢驗 要幫柯文哲討公道 民眾黨內外找全台容積率來比較 TVBSN顧首殺 現在我讓PB也很想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